換各位練習 這個有好幾個小題 我們來第一個小題 他說我給你方程式 瘤怎麼變成瘤酸的 然後問你說我要 變得得到純瘤酸 245公克 需要瘤幾公克 需要瘤幾公克 你來 換各位 你上來算給我看 上來給我看 要有計算過程 現在換兩女一男 兩女15號有嗎 沒有15號一男24 24號 女生11跟2 2跟11 2跟11 上來 上來 來 又寫我不會嗎 我勒 我勒 你把它問號圖一條線 表示你也四十四 問號加1 你要不要這個 我這個我下個 我這樣看 我這樣看 練習六 之一第一他有三小題對不對 對 我問的是第一小題 好 語音的比較準 按字 我說要計算過程了 好啦 快點 這個是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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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然後,你完全沒有那個道理 好,你這樣的話,等於就是亂做 然後就偶爾賽到賽隊而已 第一個,我的方法 我古時候就叫這樣的方法 第一步,寫方程式並且平衡 不用做,你要寫給我,寫好了 第二步,以示跟索球換成末 以示誰,留三二四五克 所求誰,留幾克 給的是質量,求的是質量 質量怎麼變末 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留三分質量98 我也講過,你應該很快背下 因為他常出現,98 然後呢,留不知道幾克,S克 要除以原質量,原質量他有告訴我 三十二,這麼多末 第二步 第三步幹嘛 末的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已知的是流三 所求的是流 就往下超他的係數比 二比二 把你剛才算算末塞進去 叫二比二 所以答案叫做 八十 答案叫八十 OK 這個是,我以前的就這樣教 分的三步驟 第一步,寫方程式 第二步,條件已知換成末 第三步 末的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然後說今年 用一個質量的方法教 還是要知道方程式 然後呢 已知的是流酸 流酸分成98 兩個流酸 所以二乘98 196克 需要的流 一個流是 一末32 兩末 所以二乘64克 也就是 要產生 196克的流酸 就需要 64克的流 就是這個意思嘛 對不對 方程式這樣告訴我 要產生 196克的 流酸 就需要 64克的流 那現在有幾克的流酸 245克 這是幾倍啊 這是幾倍 1.25倍 1.25倍 所以 右邊是1.25倍 左邊呢 1.25倍 答案 80 80公克 就做完了 這是把它 用質量去算 用質量去算 反正 知道莫爾關係 知道質量關係 放進那個關係裡面 答案就出來了 所需要的公式幾乎都是用 莫爾等於質量處理原質量或 分質量 也就是質量等於莫爾 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才得到我需要的答案 這就是我們的 第一小題的練習 OK